来认识一位很有才的阿光老师 陈伟光从事乐器教学跟表演经验长达了18年 也有日本跟英国的专业学历被大家称为阿光老师 是知名打鼓品牌的台湾地区代言人 而五节大集社区特别邀请了阿光老师 来到社区为长辈们来上课 而他独特的教学方式让每个长辈都是活力满满 接下来就透过镜头来看到阿光老师跟这些长辈们 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一个非常不协调的画面却插出最热情的火花 大集社区出现了一位相当帅气而且年轻 这人是知名打鼓品牌的台湾区代言人 而且是教长辈们打击乐器的陈伟光阿光老师 阿光老师独特的教学 深受到社区长辈们的喜爱 阿光老师他在教学方面 真的是很热心 有办法带动我们这些长者 让他们都很快乐 阿光老师很认真 很乖 所以说我们老板 现在很认真在 打拼欧 所以说我们 他的苦不可以没来 为了女兵请他来 我们这位人就是要注入活力 有活力就是要请求年轻的阿光老师这款 来教会人 第一 头脑要进党 第二 惊骨进党 第三 人际关系要进党 符合这三洞的原则 阿光老师担任各项大大小小演唱会的鼓手 而为了将打鼓这项运动更加的普及化 2017年的时候成立了鼓壮艺文工作室 更在学校还有社团的教课 现在更传到了社区 为了弥补自己从小就欠去阿公阿嬷们的疼爱 所以就陪他们玩也陪他们疯 这是华大唱片公司的鼓手 然后后来我台湾我是念宜昂大学 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去先去英国考爵士谷的科系 然后拿到最高级的文凭 后来又去日本学 然后学完之后呢 我想要在宜兰买个房子 因为就是想要订居了 想要订下来了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可爱的女儿 所以呢 所以呢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就只想要一个比较像宜兰这样子 那么优美的环境 然后又可以陪伴自己的小孩跟老婆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幸福 然后还可以教各位长辈们 一起快快乐乐的打鼓 是我一生的志向 教长辈有一点 有一点跟我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没有阿公阿嬷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这一份爱 然后接触到这些营法族之后呢 我感觉到那份温暖 我感觉 我感觉我 我没有想到原来我对于大人 对于长辈们是那么有 那么有爱心跟耐心 然后十年来我看到有些长辈 可能有些是有抑郁的倾向 但是因为 还有有些是伤母之痛 那我看到他们接触到打鼓 之后很快乐的 马上就走出那个伤痛 让我觉得 我很想一直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做下去 阿光老师18岁的时候来到宜兰 就读宜兰大学 这时就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所以别看他外表酷酷的 他相当的有爱心 也在宜兰各地弱势的团体当中来教课 他让打鼓融入在生活当中 也让打鼓运动的正能量 传到宜兰每个角落 宜兰新闻记者 蓝下炉财品报道